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frame pack一版非常重要的更新 那这一版更新是由汤团柱大佬提供的 这是一个什么功能呢 就是在frame pack里边加入了手帧和尾帧 他同时对这个密神的原代码进行了提交 另外的话就是他在海马云的frame pack的扩展上 也做了相对应的提交和实现 下边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视力的工作流 通过这个视力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只需要提供一个手帧和一个尾帧 原来这个尾帧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 图像的比较好的动起来大家看一下 你要注意 由于这个frame pack他现在用的底膜是混元 所以说是支持中文的 大家不要被这个提示词所困扰 那我们来看这个官方的演示 我在播放的时候你注意一下 你能看到有一次跳针 就是直接切换图片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我测试起来 手帧伪帧其实有些积累 那接这个机会 我们把主流的手帧伪帧生成视频的这个技术 给大家盘点一下 那今天所有的演示 我还是在rendinghub上来给大家进行 大家可以通过rendinghub.ai 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我们实测的这个frame pack的手帧伪帧 我这有两张图片 这两个图片的相关度还是比较高的 大家能看出来 我这两张图片提供过去之后 为了采样速度 我把它缩放了一下 然后手帧伪帧给过去 我们开始生成的效果 其实不太好 对吧 有明显的切换的效果 所以说 不管是在官方的演示 还是我测试起来 其实这个只能说一般 同样的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手帧和伪帧的一些特效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FL F2V的 这个是有WAN的官方的提供的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 其实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也给大家讲过 大家注意 同样是这两张图片 我们看一下它最终的效果 它不可避免的也有这种切换的特效 是吧 这张图片切到这张图片 但是它整个的动效展示起来还是非常棒的 对吧 你要注意 为了保证的公平性 我现在测试的工作流 我都没有使用提示词 就是空的 不过刚才的这个也是 大家注意 它是空的 最后我们就看谁的这种泛化能力会更强 这个就是FL的这个模型的一个表现效果 然后下边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1MP的一个效果 而且我用的是14B的 所以说参数数量是基本相当的 同样的我也没有用提示词 那我看同样的两张图片生成的特效 那看这个其实就好很多 当然这个手杂稍微有点畸形 但是只要你抽一次卡应该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对比起来来看你会发现最好的还是什么 还是1的1MP 而且它还有一点3B的这个模型 所以说速度会更快 那下面问题来了 有时候我怎么才能用frame pack得到更好的这个效果呢 这个很简单 就是你让这个图片的关联性变得什么更强就可以了 那比方说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手针 这是伪针 它们俩一样吗 不太一样 对吧 但是基本形态是一样的 注意它面部朝向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你看它这个袖子落下去 所以说这个就没有画面专场的这个特效了 所以说如果要是用frame pack 实现这种手针和伪针的特效的话 基本上这个方法是比较靠谱的 一旦你采用了差异比较大的这种图片 即便呢你写上提示词 其实呢也得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大家需要有这样的认知 虽然frame pack在文书视频上它的效果是很棒的 但是在这种手针伪针上 它的表现真的也就这样了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frame pack的手伪针 下面呢我们来说一个更关键的事情 因为这个工作流本身并没有什么可说的啊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两张图片到底是怎么生成的 可能有很多人有不同的方法 那今天呢我来告诉你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呢是使用这个工作流 大家看一下我同时生成了这两张图片 其实还有两张不一样的 对吧 那比方说我要是这两张放到frame pack里边去 这个效果就会 就会很差啊 它肯定会切换 但是如果说 这个和这个会怎么样 这个不知道 我们试一下啊 大家我把这个和这个 或者是这个和这个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得到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啊 我把下面这个给它换掉 大家看一下这两个人呢 其实朝向差不多的 但是动作的差距比刚才要大一些 就是我们让它稍大一点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表现怎么样 你要注意啊 当这个图片离得比较近的时候 你其实不用生成五秒 我们三秒就可以啊 好 下边我们生成一下 它生成它 因为时间比较长 我们继续看这个工作流 我觉得这个工作流 才是整个这个视频里边最有价值的一个工作流啊 那其实是来生成这个什么 相似图片 我们大概把它分成这么几个部分啊 我们先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florence 生成提示词 那这个本身没什么可说的啊 唯一可能要调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适当的把这个token的数量给它 叫下去 其实太长了呢 不见得有什么好处 所以说最大的你也设到1024就可以了 不要再大 然后呢 第二个部分带注意这儿 就是提示词的一个处理的部分 这个里边呢 我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法 这个提示词呢 是由两个提示词来构成的 后边这个提示词其实是由florence生成的 前面呢 我加了一个前缀 那你看这个前缀是什么 说 two frames in one column 什么意思 说 有两张图片啊 它在一列里头 也就是说 一排里边有两张图片 展示了什么呢 展示了一个4K的高清视频里边的两帧 也就是我强调了它的连续性 是视频里的两帧 而且呢 后边我有一个叫 The images shows 说这个图片它展示了什么 具体的内容呢 就是后边的这个florence生成的那个提示词 当我们把它连接起来之后 中间用空格作为分格符 然后最终的效果就变成这个样子 这是 两张图片 而且在一行里头 并且呢 来源于一个4K高清视频里边的两帧 这两帧展示了一个什么18岁的日本女孩 后边我们就不用看了啊 所以说这是这个完整的提示词 那这个提示词保证了什么 我们可以生成两张图片 让它一次生成 那么 当然 光有这个保证还是不行的 后边我们有别的方法 待会我们再说这个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里边的这个 宽度和高度啊 你事先规划好 那你比方说呢 我现在生成的这两张图片啊 我的高度是960 而且我保证它是竖屏的 16比9的两张 所以说呢 它每一个呢 大概是540 其实应该是544 啊 我们就按540啊 所以说呢 它这个两张就是1080 拿到这个图片之后呢 我们下边呢 其实是做了一个处理啊 看一下 首先呢 我把它的宽度拿过来 给了A 然后呢 我把它除以2 减掉5 除以2 1080 除以2 540 减掉5 那就535 然后我生成了一张空图片 它的宽度是535 高度就是960 所以说就是 这一半 然后呢 我又用了一个 白色的空图片 注意这个值是这样写的 0x ff ff 就是这个值 所以说是个白色的 白色的中间这一条 这条是多少呢 是10像素 然后呢 我把它连接起来 是将 左侧的这一半 加上右侧的这个 连了两回 所以说这连了一回 这连了一回 中间连了一个 白色的这个什么 一个分隔 这样 用它来协助这个提示词 这个 就可以保证什么 你生成的是 两张图片 而不是一张 然后呢 这里边我当然会用到 ControlNet 这个呢 就用到了 这个一个新的ControlNet 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ControlNet呢 是 CheckerLabs 提供的 这个2.0 而且是一个联合模型 这个1.0大家应该都用过啊 2.0 是新发的 大家呢 可以通过 它的包包脸的链接呢 来看到啊 关于这个模型的一些 基本特征 这呢 我们给大家强调几个 你需要注意的点 第一个就是 它目前的有一个 FP8的量化版 因为这个模型还是比较大的 将近4个多G 如果你想 让它的速度更快的话 你可以下载这个 FP8的量化版 而且呢 它其实呢 相对于 1.0来讲呢 做了一些改进 我测试起来呢 这个 变化并不是特别大 所以说你愿意看就看啊 不愿意看的话呢 你就 简单的了解 2.0可能比1.0什么 更好一些 这个需要注意啊 那就是在这里边 增加了Soft Edge的支持 但是 给它去掉了Tile 所以说呢 这是变化比较大的地方 然后在Running Hub上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默认已经有2.0的 还有1.0的 你选一个就行了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基本的流程 控制器 然后这是ControlNet 由于这个ControlNet 是一个联合模型 是一个Uni模型啊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设定它的类型 这个你要不知道设啥的话 你就设Auto 让它自动的去选择啊 然后下边这个很简单 ApplyControlNet 这个相比于之前的这个ApplyControlNet 来讲的话呢 就是在这种 三维的应用里边 会增加VAE的选项啊 其他的其实跟原来是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中间的这个 中间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 Flux的工作流 大家看一下 这是校正器 体质词 然后Guidance 后边采样就完了 只是采样的时候呢 我们会把这个正向的条件 过一遍ControlNet 然后再 给它连过来 然后大家注意一下权重 在这个ShakerLabs里边呢 有各个权重的一个建议值 可以找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 但是你要注意啊在我们这块啊 不要按那个去设 我这是想用一个轮廓线的ControlNet 把它分割成两张图片 仅此而已 所以说呢 这个不用像传统的ControlNet 权重那么大 比方StreamLabs呢 我这用的是0.6 而这个underpass呢 我只用0.3 因为只要我们在前30%的采样部数里边 能把开始的这个轮廓给它分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个相对大一点 这个小一点 一旦这个轮廓分出来 后边你即便不使用这个 它也是两张图片啊 所以说这个应用的思路跟那个什么是不一样的呀 跟那个传统的ControlNet还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就是我这用了一个 小红书的这个什么 这个Laura 这个用不用看你个人的需求 完了之后呢 我们下边来看一下 我这就可以生成两张图片 它是1080乘960的 是吧 非常的漂亮啊 然后呢 我可以使用Split Grid 把它割成两张 这样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是大家需要掌握的这个点 主要在这个工作流里边 我并没有讲中间的这个Flex的工作流 因为大家都见过很多次了啊 所以说这我就没有说 另外呢 你要注意啊 我这还有一个采样器 这个采样器呢 其实 也是 想给大家说的这个 你要注意这个采样器 关键是这个Sygmas 这个Sygmas呢 用到一个节点 叫Optional Steps Scheduler 这个是一个新的规划器 新的Scheduler 它是专门针对于Flex 1 进行优化过之后的 那你要用它 由于它是个Sygmas 所以说这个就不能用普通的 K-Sampler 我们只能用这个 Custom Advanced 就是自定义的高级采样器 这样才可以 但是其他都不一样 这有一个Random Size Basic Guider 这是一个欧拉的采样器 然后看生成的一个效果 其实呢 相对来讲 有比较多的毛刺出现 感觉更清楚 但是又感觉有点过 刻意的好像进行了一些 什么处理啊 叫做锐化的处理啊 大家可以对比 然后你喜欢哪一个 你就用哪一个 因为像这样的东西 我们不可能用一节课给大家讲 我们只能把它融到 这样的工作流里边 让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这是这个 优化之后的采样器的效果 这是传统的 其实我个人 还是更喜欢传统的 下面同样是一个分割 那这就是生成两张 不同的图片 那我随便传一张其他的这个示意图 比方这个 盘吉他的这个女孩啊 然后呢 我们来生成一下 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那这样他生成着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 生成的这个已经完了 我看一下 虽然没有切换啊 但是这个转场也比较生硬 对吧 就是通过这样几个例子 你会发现啊 在frame pack当中 这种相关性是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说 这两个图片的关联性 它到底有多大 决定了什么 就是你这个到底会不会出现这种啊 PPT翻页的这种效果啊 就直接切的这种效果啊 那这个也完了啊 我们来看一下 看这两个人的衣着啊 这个都一样 但是吉他的颜色不太一样 是吧 这个没关系啊 然后这两个就一样了 是吧 大家感觉一下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生成不同的这个相关性的图片 所以说呢 我们这节课呢 以这个frame pack的手伪针作为切入点 给大家展示了目前的主流的 手针伪针生成视频的技术 并且呢 我们深入了分析了 怎么才能让那个frame pack 生成的效果更好 其实最主要的 大家掌握这个工作流 我回头会把它放在Running Hub上 大家可以直接去尝试 你只要换一张 你希望的这个图片就可以 当然你要是愿写提示词把这个去了 往这写提示词也是可以的 那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